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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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阵小港选区基本上绿大蓝小 绿营占了四成 蓝营三成 五党籍也三成 过去实习的当选席次 现在只剩了八席 陈志忠如果拿得太多票 势必挤掉其他的民进党候选人 平平陈志忠这时又在搞下跪的选情 伤害自己人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布局 在扁家人眼里 施议员只是个起点绝不是终点 就像当年的阿扁阿珍 从施议员到立法委员 陈志忠 黄瑞进似乎也在复制这条的从政制度 9天新闻 刘一清 孙宇宇 高雄报答 好的 我们看到这些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 所担心的今天造势晚会 扁妈会下跪的悲情牌并没有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陈志忠的造势会场的现场最新状况 还有哪些人助讲扁妈的诉求是什么 连线给包经营 好 那么前期中办晚会 那么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来不及说再见 阿扁入间席扁晚会 那么晚会现场还请到了高龄80多岁的 那不他上台声泪俱下说他已经80多岁了 儿子即将会被关十多年 他可能看不到儿子回来来看稍早情况 阿扁现在的事情就对了 那就是我们老师 我们家的外面 我当老婆的人 受到坦克 我吃到八十几岁 我这个天气 还过十九天 我才有我突然等到我走回来 你给我想看看 阿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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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扁你放心 台湾人一定会支持 你不用烦恪 阿扁 我的媳妇现在身体是很坏的 还要再拖一拖 你给你们大家想看看 我中间是不 我阿扁这么老了也是都靠我中间 阿扁是不靠上 今天那我们中间如果冬孙 我比较放心 家人大集合 那么除了吴淑珍 她因为血压过低没有到场之快 包括陈水扁的妈妈扁妈还有陈水扁的两个妹妹 另外好久不见的陈信鱼呢 今天晚上呢也现身造势晚会 那么这也是陈志忠参选以来陈信鱼第一次来帮弟弟站台 那么以上现场最新情况 镜头交换朋友 好的我们看到呢是今天陈志忠的造势晚会 是阿扁的座监席别会来不及说再见 这一个悲情牌是不是又会让民进党的市议员更加的紧张 看到今天晚上的造势晚会 很见 这个秀琳啊 如果今天陈水扁是Nelson Mandela或是翁山苏吉 那他们全家人这样站出来气宿的话 那他今天的场面应该是100万人超过洪山君 就说如果他们的情况 因为他自比自己是翁山苏吉或是Nelson Mandela 那陈水扁被判官19年 这个情况是跟他们的情况一样 今天的场合不是你们的标题 亲人是1000万人或者至少是100万人 那所以呢你说权 以陈水扁在台湾政治那么大的影响力 他被判刑19年 然后他的儿子 他的女儿 他的妈妈 这么多人气宿到后来剩下一千个人 那当然还有一些当年受他照顾的人 也还继续在那个地方支持他 只剩下一个人支持他 当然了他票很高 落选的是民进党 不过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很记得我是很早在电视节目 当时我还主持文献小梅大的时候 我就会说陈志忠会参选 因为那时候他搬去高雄 大家说他干嘛搬去高雄 那讲一大堆理由 我就说他第一他要选高雄 那时候我是判断他选立法委员 可是我就说他会选三民区 因为那个地方票 就是绿营最多的票 所以陈志忠才不管你们一哪落选几席 他觉得票最高 这是陈志忠的个性 接着他就是要选 要不然就是立委 要不然就是高雄市市长 对陈志忠来讲的 就是参政是他唯一的一条路 当时我判断他判到高雄去 不是任何其他的理由 就是要选举 那今天只是证明 他第一个真的是选举 第二 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怀疑 立委也是在高雄参选过 我就说他一定参选三民区 因为那里绿营的票最多 那希望所有的票都集中给他 那至于绿营当选了多少人 落选了多少人 他绝对没有当年沈富雄的气魄说 我的票给你们大家分 再对不 想着好所有的票都给我 你们大家落算 你们到的事情 因为对陈志忠来讲 他其实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自己带上一个从政的路 变成未来陈志忠身体也不好了 高雄市长不可能做多久 他可能接着还想 可是他接下来选高雄市长 我认为他会 至少他会这样想 Why why not 陈菊把棒子交给他 我们补充一下下好了 刚才陈志忠 这个造势晚会的海报 后面写的叫做 集中选票讨公道 要集中选票 好残忍 民进党的市议员候选 看到这四个字应该很害怕 如果将来高雄市 有文谦讲的那个机会的话 民进党也不会提名他 做市长候选人 放下 他已经离开民进党了 对 那如果他要回去 他当选以后也许要回去 那民进党要处理的 民进党绝对将来 不管是哪一天 都不会让他选高雄市长 那我告诉你这个 这个有史以来 民进党历次的所谓 作奸席别会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要作奸的人一定在场 这个作奸的人缺席 哪有作奸席别会 这个是选前造势晚会 那今天你看扁妈是 被他的孙子消费 这典型的消费阿嬷 对不对 但是消费阿嬷没什么不对 因为我们在选取的时候 各种怪象 穿麻地帝 叫老婆老婆坐在乌车上 整个给大家拜 什么事情都敢做 你知道吗 所以消费阿嬷 我也觉得还好 但是阿嬷你也叫我平均 你也说 市长如果没错 我帮不下去 你不在说 我跟你说 这个人家说毁教夫婿 密封喉 你这个消费阿嬷你来看 就是你们老婆去做官 今天比较辟到一个天堂 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够吗 你这个年轻的一代 这个黄瑞镜难道看不出来吗 你们公你们那些打官 就是今天起开到这样 你们老婆还要叫做官 不过 毁教夫婿 密封喉 你还看不下去 他是密金钱才变成这样吧 他的密封喉 所以是在劝同瑞镜的 就是说 政治这条路不好走啊 他们是金钱这条路 才出问题的 不是政治的 但是我认为 A钱这条路不可走啦 这个我不是第一次讲 因为我觉得让陈志忠 不管是阿扁的授意 或是他们父子的默契 或是陈志忠觉得 这是他唯一可走的路 走上这条路 是陈志忠 这一生悲剧的开始 赵大哥怎么看这个悲剧 就是 你从政 本来从政 如果你有一个理想 为民营服务 这很好嘛 但你把那个 把那个从政当成赚钱的工具 在那边什么 所以不是政治这条路有问题 是A钱这条路有问题 自己走歪了嘛 那当然我们看到扁妈 其实也蛮同情也蛮难过的 那妈妈嘛 刚刚看孩子要去坐牢 怎么会 心里当然难过 那通常也是 我们看到很多那种 不良少年什么 抓到检察局去 那个妈妈都说 我孩子很乖啊 怎么会这样呢 通常很少说自己孩子不乖 都是这个警察抓错了 或者他同学把他搞坏了 很少说自己把孩子 自己孩子把别人带坏 就是别人把自己孩子带坏 大概都是这样 这也是天下父母心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扁妈 他们把他请出来 其实请出来就很残忍 而且以陈志忠的情况 他会当选 那何必呢 你已经 他想要充高票 看起来要集中选票 哇 就是民进党很紧张 集中选票 好公道 民进党很紧张 所以那陈志忠 为什么要 人家集中选票 充高票 他一定有后面的打算 他不会只想当个议员 他接下来要不然就是 选市长 不是选立委 他专门他的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 他应该可以先选立委 因为后年的年初就选立委 对啊 明年年底就是选立委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 他下一步有可能去选立委 如果支持票够高 这是票够高 他就拿着这些票去选立委 因为前阵小港 基本上这个率的比较多 那原来就有四个民进党 这是提四个加上他 那他这是为什么现在 他可以说不管民进党 因为他不是民进党提名 所以他觉得我无党级 你也不是提名 我干嘛管你的 你的死活管我什么事情 所以他一定给他自己一个 合理化的一个解释嘛 但是民进党 因为他事实上他抢的水票 他当然抢的绿营票 基本上应该不会抢蓝营的票 但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把这个 还要把这个 所以那个前阵小港的蓝营的 市议员候选人很感谢 他这个肇事晚会 搞不好帮他动员人去 参加这个肇事晚会 五党级可能也感谢了 五党级 因为五党级 原来可能空间很小 但是现在搞不好就有可能的安全 所以这个选举 你一个人拉高 其他人的就会有变化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这个再怎么样 你把那个 当然我觉得这个 陈志忠的祖母 就是跑今天出来 也不光是为陈志忠 也是为陈水扁来叫去的 可是问题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这点我对不解陈水扁 你台湾自治三级贫固 台湾老百姓没有对不起你嘛 你好不容易选上了 对不对 而且经常在那个夹缝中杀出来了 你应该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觉得说我何德何能 我更要好好做 而且国家对他 其实以前的总统是 国家养你养一辈子养到死的 只是因为这些家伙这样乱搞 所以立法院才去修那个法 本来事情是你说好好做 还给你办公室 还给你秘书 还给你一堆什么 让你到死 你那个钱 在这个时候你还要干嘛呢 你子女都受到很好的教育 为什么还要这样贪呢 这想不懂 这什么意思呢 别人有的时候是有后顾之忧 我怕你什么都不怕了嘛 你国家真的养你到死 大家干了个四年八年 你还要这样干吗 而且尤其第二阵 是不是因为靠两颗子弹当选 刀 你想这种 你说刀天之星也好 西天也好 靠这两颗子弹当选 你还不好好做 你还敢在任内这样子乱来 实在不懂 这是历史给你这么好的机遇 可以让你做很多事情 就你做这些事情 最了解陈水扁的你都不懂了 我们怎么会懂 我当然懂了 但是就是 事实上我怎么懂 当立委的时候 我今天还在讲 我们只有立法院给的助理权 就是三个助理 四个助理 他可以搞三十个助理 钱怎么来的 你当然就知道嘛 当然是财团捐助给他嘛 有没有财团捐助我们有 我们要不要啊 但是他为什么能够 在立法院好像 丰范表现不错 有那么多的支持嘛 但是你事后怎样 你跟财团的关系怎样 好谢谢广告